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骨比遗损 小心点心魔入脑了 那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现在准备试试了 如果实在不行 咱们再想办法把它抢回来 高人 我乃是假的 你敢骗我 那就受死吧 小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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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我 智行 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 你要干嘛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要叫人了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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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人 过来他 你让我死去 你今更好 你过来 你这么过来 你这么过来 你让我来 你ו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子 哥我来 跟你们一起玩 放开我 儿子 来嘛 跟你们一起玩 小心 儿子 放开 放开我儿子 你别向我儿子 别向我儿子 给我滚远点 你别向我儿子呀 儿子回来 跟你们一起玩啊 这个女人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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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方 你不觉得那个女人有点奇怪吗 此人吃颠 乃是三魂失二所致 那你说明白点啊 这人哪 有三魂七魄 三魂 我来告诉你们吧 这三魂 指的是天 地 人 这天地二魄呢 主宰着我们的意识 和善恶心 羞耻 这人魂呢 主宰着我们的寿命 还有啊 你能不能再说明白点啊 就是她丢了两魂 那还可以找回来吗 当然了 我是干什么的 你是 唐家 正所谓 好啊 这事就交给你了 务必要办成啊 我这个嘴啊 我 去啦 太狂了咧 太狂了咧 小小看一看 太狂了咧 太狂了咧 你不会跑的 还给我 这可真是捉弄人啊 这才几年没见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这么可怜 一起玩儿 一起玩儿嘛 黄之静干什么去了 多谢 里边请 里边请 多谢 里边请 恭喜 李大人 里边请 快请 里边请 直线张大人到 恭喜啊 张大人 哦 不知张大人大驾光临 有失远赢 还望张大人多多恕罪啊 哪里哪里 旅天失月 今天过八十大寿 本官略备薄礼 不成敬意 啊 张大人太客气了 我家老太爷在里边恭候了 您快快请请 好 多谢多谢 来来来 里边请 您太客气了 李大人您也来 来来来 您来了 您来了 我太爷八十大寿 里边请 您太客气了 多谢 何家崇子庄何老板到 张大人到 张大人哪 张大人 一天失 小官给您拜授来了 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 不老松 好好 请 您请 水 奶奶 我先救你们 吃了 快吃了 那我就先救你们了 好了 这 这 走走 倒是有了隐身符 走到哪里都坦途 什么 吴小邪到了丑州 是的 他们之中的方之境 已经混进了礼府 看样子是奔着怨妖坛而来 不可能 妖王五大分身 已经被他们收了四个 现在只有本座还在 只不过 他们一直在寻找 我想这次 只是碰巧路过而已 大人 那只小乌鸦的鼻子淋得很 属下继续留在礼府 恐怕是 怕什么 他们来得正好 省去了本座很多麻烦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他们稳住 本座 另有打算 大人 他们万一要是发现了我怎么办 怕什么 本座的环妖术已经炼成 就算他们把你收了 本座 也能够将你副夺 环妖术 好 走走走 恭喜啊 妹妹 来 吃个鸡腿 你看你瘦的 多吃点多吃点 别光顾着喝酒啊 一家人 来来来 请请请 来 还有 师兄 外面 吃肉吃肉 张大人 这可是本地的饿水 好吃吧 各位 照顾不周啊 挺好 挺好 敢问这位爷是 我是李天师的连房君主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李天师多子多孙 你能全认识吗 那你是哪位孙子呀 早起啊 你妈 既然是孙子了 就请到后院喝酒 随我来 你以为只有你会用服 来这待着吧 您慢走 慢走啊 多谢 请 请 请请 师兄 如何处置了 我已用定身符将其定住 关入柴房了 听候师兄发落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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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你还敢说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 我一直在这盯人呢 凌儿 小鞋看你久出未归 只是担心你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又走不丢 刚才是这院子里人太多了 我怕进去要人 引起人们的恐慌 要人 要什么人啊 还能有谁啊 方知静呗 他被人抓进去 关进了柴房 我刚刚偷偷地溜进去找他 我使就地拉他 他死都不走 我估计啊 是这家的主人能量太大了 把他给反制住了 这可真是大水 冲了龙王庙 走 百类 你可知罪 我这骗吃骗喝的 也能叫罪吗 你今日 能在我这儿骗吃骗喝 明日 就能到他处 骗来骗去 这些事我以前就干过 用不着明天 哼 好一张立足 今天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本道长的手段 道友啊 你要做什么呀 废了你的道数 哼 不至于吧 山伯 哎 哎 道友 你跟我动真格子是不是 哎 道友 咱们好歹是同门师兄弟啊 你这次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过我一命吧 哎 你恨你 哎 哎哎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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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道友 道友啊 我错了 你 你就算是要废了我的道啊 也别现在念沙魂咒啊 你这不是把我往死里整吗 你想让我永世不得超生吗 哎 怎么样 你黑骨奶奶我念的好听吗 哎 小乌鸦 哦 你是何人 敢输我师门 如你师门又怎么了 像你这样的人 连同门师兄弟都敢出卖 何况别人哪 哼 懒得和你废话 来人 这可无遮拦的妖孽给我拿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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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得无礼 吴玉哥哥 你现在出现 真是太不明智了 阿弥陀佛 小姑娘不知深浅 还请多多见谅 既然来了 就不要躲躲藏藏的 都下来吧 主人 李天使 我朋友犯了什么罪 你要下此狠手 对于这种为非作歹的人来说 老朽还认为是轻了呢 既然这么说 那你还是让他魂飞魄散好了 吴小姐 就当我没来过 告辞 主人 小友留步 怎么 打算伤我脸了 小友一看非等闲之人 莫非是我道中之人 你见过这么帅的道士吗 几位想必也会一些道法 如果肯赏脸和老朽较了一番 我会考虑放了这个师门的败类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老东西 看我不叫你 倒是想要怎么样的较量法呢 小友好手段 荒人 师兄 不能放了 这伙人猖狂至极 倘若就此放过 毕竟为祸人间哪 臭伤 你家主人都开口了 你还敢咬人哪 赶紧给我放了 师兄 君子一言 快骂一鞭 放人 承让 小邪 你什么时候有这本事了 这么厉害 我都不知道 哪那么多废话 小邪 你怎么了 小邪 黑铃儿好像有些不对劲 我看不对劲的是你吧 快走 小邪 师兄 他们一行人是往东去了 看样子是要连夜出城 走就走吧 留在这里 反倒是麻烦 可是师兄 他们先是混进府来 骗吃骗喝 后又打伤了我们那么多人 如果就这样把他们放走了 日后传扬出去 恐怕影响师兄 您的声誉啊 那又能怎样 那个少年 只用了一眨眼的功夫 就破了我毕生所修的绝技 你认为我们 还能够拦住他们吗 可是 好了 不要再说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赶快练出我的偿命单来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小邪早不见了 什么 小邪 你这是怎么了 黑灵儿怎么了 黑灵儿现在 呼吸越来越急促了 小邪你这是干嘛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吴玉 你看这是什么 你化之乌鸦 你 你把黑灵儿当妖怪兽了 黑灵儿 那个道长施了一点法术 将黑灵儿的元神定住 我只能暂时把他的元神收下 骗过那个道士 至少能让我们先离开那里 我只能把他 既然那老道这么厉害 既然他把这法术破了不就完了吗 这道士歹毒的很 他将黑灵儿元神封印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开始化骨石心了 再继续这样下去 恐怕撑不到一个时辰 就会元神俱灭 这 这是真的吗 你可别忘了 我和黑灵儿是有血脉契约的 你个臭小子 我还真以为 被你破了我的法术 把养仙草还给我 我马上替那个丫头劫伐 你看我们谁 长得像养仙草 你带走吧 小兄弟 不知道养仙草的来历 这情有可原 可你这位贪吃的朋友 想必知道是何物 你可以去问问他 你不要邪口喷人好不好 我 我根本不知道 什 什么是养仙草 这养仙草 乃天地与鹿自成 乃修道之人垂贤之物 你这位朋友 进到我的府内 不单单只是为了一顿寿宴吧 你 方大长 不用怕 拿了 拿了 还他们便是 如果没拿 告诉他们 我 执敬兄 现在可是关系黑铃儿的生死 你就别再隐瞒了 我 好好好 我承认 我是闻着养仙草的味道去的 但我没有拿呀 他说他没头 好 好 看来不斗生一斗 是找不到事情的真相 等一下 我承认 是我托了你们的养仙草 但是很遗憾 我把它给吃了 什么 你说什么 道友莫及 你我修的都是茅山稻树 想必你也十分清楚 凡人吃过养仙草的第六个时辰 如果把血洒在土壤上 那么养仙草 自然还会再长出来 我答应同你们一起回去 但我有个条件 放了我几个朋友 方大长 可是 够了 方之静都已经承认了 我们就不用再打护他了 毕竟 做错事 只是要付出代价 李天师 任你带走吧 我不跟你斗了 怎么样了 告辞 后会有期 走了 走吧 师兄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别急 他们还会再回来的 这只是他们的 缓兵之计 缓兵之计 不然呢 你以为方之静真的是舍己救人 这什么意思嘛 你说清楚啊 好吧 方之静说过 如果用吃过养仰仙草之人的血液 浇灌土地 养仙草就可以重新长出 方之静还说过 取血的最佳时机 就是吃过养仙草的第六个时辰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还有时间去救他 小邪 那养仙草到底是不是方之静偷的 当然不是了 如果是的话 还给他不就得了 何必冒什么险 大友啊 你这舍身忘死的精神 和那片吃片喝的行径 太不大调了 人有小恶 更有大善 岂是你们这种卑鄙小人所能理解的 不愧是和和尚一起待过的道士 话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别给我废话了 要么就赶紧拿符咒把我定住 不然一会儿我跑了 你上哪儿找那养仙草去 别错过了时机 你以为你真的骗得了我们吗 道友 你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 不好 你不疯我了 你 我这不是白准备了吗 不好了 我不小看 我 你以为你 nam 我 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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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难道你不知道吗 没有养仙草仙气的呵护 怨妖弹成的怨妖 和那尚未成型的怨妖 怨气四散 甚至连怨妖 也会四处逃窜 你不知道吗 属下知道 可是李洛珊并不知道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练长命丹 那你立即 就养仙草放回他的密室 防止怨气继续扩散 是 大人 可是属下怎么向李洛珊解释呢 没必要跟他解释 当初 我看他在楚州地界的声誉 可以掩护我们 去抓怨妖恋妖 可现在 怨妖即将出世 到那个时候 他这颗棋子 也就没有用了 这怨妖乃九九八十一个怨灵所画 龙骨笔根本画不出来 到时候大人负其体内 何丑无效邪等不处啊 本体复苏 大业可成 恭喜大人 可恨妖气 很浓烈的妖气 不信你看我的手 现在还在抖呢 灵儿 刚才在李府的时候 你不是说没有闻到妖气吗 对啊 问题就在这里 本来没有的 现在有了 而且还很浓 你说 这不是很奇怪吗 灵儿 那你闻得出是什么妖物吗 你说呢 哦 嗯 但我没说 唉 看来是逃不了了 非得和那个李天使较练一番 唉 现在就走啊 你说呢 我 唉 周园 唉 师弟 你对那个方之境 提前动手啊 唉 没有 这养仙草啊 不是塌透的 嗯 昨晚咱们回来之后 你就进了这单房 我在清点府里人数的时候 发现少了一名家丁 我就补报方位前去寻找 结果在城北的龙底山将它找到 这养仙草 是塌透的 唉 千房万房 家贼难房啊 老爷 嗯 昨天那伙人又来了 哼 来得好啊 今天 不论如何 不得要好好地会会他们 你 不论 你 在这里 为了 你 是 是 这 你 是 有妖器 管家大人 老爷 李天使 请坐 小兄弟 二位怎么又来了 后悔了吗 不是 只是我想了想 方之静是我的朋友 就算他死了 我也要帮他捎个尸 小兄弟 果然是个仗义之人 这样吧 我还可以给你们一次 救人的机会 你赢了 人带走 你输了 我也绝对不会为难你们 李天使这么讲 想必是那养仙草 已经找到了吧 小兄弟 果然是聪明之志 不过 这到越是激发起 我要与你切磋的欲望 阿弥陀佛 你这人好生无力 我们一再相让 你却苦苦相逼 好 既然这样 就让贫僧兰 与你们一较高下 李天使 要斗法可以 不过有一个规则我要改 如果我输了 我们的人随便你处置 不过假如我赢了 我不光要带走 我所有的朋友 你还要将你府上的妖物 交出来 妖物 小兄弟说笑了 我的府上怎么会有妖物呢 昨天我跟你说 我是捉妖师了吧 哪里有妖物 我比谁都清楚 罢了罢了 这件事情 我就应了你 倘若我真的输了 你就把我当成妖物 捉走便是了 你还真是仗义啊 你的这位管家兄弟 是何来临 小丫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是只妖 信口无数啊 有何平均 还问我要平均 吾玉哥哥 逗她 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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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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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哟 什么 呀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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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看其他眼睛 有 李天使 昨天没和你计较 是因为你是人不是妖 如今你府中有妖物 我是不会客气 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可以跟我出来看看真相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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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救火呀 小兄弟 坚持住 一会儿你就能看待真相了 主人 我去助吴月哥哥 以臂之力 费 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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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终onta 欢 七 Л 我 师弟 奶奶 你这是什么打扰 看来四位的游戏竟然就是这个 我说的没错吧 这狼妖竟然口出狂言 无许 这狼妖竟然口出狂言 真是找死 他 主人好帅呀 他是我同门师弟 去年春天偷奔我来的 好 好啊 师兄啊 这些都是师父让我带给你的 都是他穷尽一生研究的道家绝学 看来师父还是信任我的 好 好 师兄你再来看 养仙草 这是师父在云游的时候偶然所得 师兄应该知道 慈宝乃是我道家各门各派垂涎之物 小弟我也是费了千辛万险 才将这宝物带来这里 一供师兄遵祥 师兄啊 你再看来 尝宝丹呢 如果你们能将其炼猪吃掉 活到两百岁根本不是问题 李天使 如此说来 您那不老的容颜 就是因为养仙草的滋润 难怪您昨晚苦苦相逼呢 实不相瞒 这养仙草 不但能够助人容颜不老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 能够加快炼丹的速度 真的假的 这个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的事啊 多了去了 哼 告诉 请 你 小鞋 难道我们现在 就只能等妖王分身自己上门啊 妖王分身派狼妖潜入礼府这么久 难不成也是为了骗吃骗喝 就没别的目的了 不知道 但我感觉事情有些蹊跷 我们要再等生几天 怎么会这样 不应该啊 多谢大人还妖术再造之恩 明晚此时 只是愿妖出事的最佳时机 到时候 我要让五小鞋他们 死无葬身之地 你说怪不怪啊 听说这个疯女人的魂魄 被什么人给震住了 你说会是谁啊 我哪知道 不过呢 通过我的隐魂服得知 这个女人的魂魄 就在城南一座废弃的祠堂内 祠堂 远吗 不近 得半个时辰路程呢 我去看看 你等等我 小乌鸦 你别飞呀 小乌鸦 喧 欠贵 这个地方 也不像是有人住过的呀 也没有妖气 方知记 你是不是算错了 怎么可能啊 你帮我看看啊 嗯 你吓死我了你 刚才这个疯人的七魄 刚从这里经过 他去哪儿了 城北乱饭岗 大月亮的你黑什么黑啊 快拿出你的罗牌来测测 我 怎么啦 又许了城东 又许了城东 在城西 在城西 魏妃真的好了不起啊 我 anoi 啊 怎么了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们看怎么办吧 怎么办 捉妖呗 怎么可能 那个妖袍的比我还快 怎么抓 方知静不是说 那个妖物挟持了疯女人的魂魄吗 这个代表什么 这就代表她跟那个疯女人有仇 所以说 只要把那个疯女人 带到这里 她就会自己送上门了 有道理 走啊 两位 顺便帮我查查那疯女人的来历 哦 好 好嘞主任 走 她呀 叫翠儿 以前是个大户人家的丫鬟 后来 不知怎么的就疯了 被府里赶出来 流落街头 怪可怜的 昨晚上 病情突然加重了 你看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这可怎么办 老板 那你知道 她是哪个大户人家的丫鬟吗 那还用说吗 李府 李天使家的 又是那个李洛珊 两位客官 您慢用啊 有事叫我 方知静 这事您怎么看 我跟你说话呢 我刚才在算的嘛 小舞雅 这事不对 你看 咱们上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她只丢了两个魂 这一次在见她 她气魄都没了 我估计 昨晚上那妖怪 是想置她于死地 你并不是那个狗屁天使感 我去找她 不是 小舞雅 小舞雅 你 可爱 翠儿 我怎么好像 没有印象呢 你当然没有印象了 因为那个人 这是你害的 话可不敢这么说 我李洛珊 虽然为人跋扈 却从来不对女人下手 你说我不是女人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 现在她的七魂二魄 正被那个妖物所挟持着 我以我主人的名义 我以我主人的名义通知你 一定要尽快把那个妖物找出来 以报我被刷半宿之仇 你自己慢慢领悟 一定要在今晚之前把那个妖物找出来 到此 不用送 没有养仙草仙气的客户 怨妖弹成的怨灵 和那尚未成型的怨妖都会怨气四散 我仍守了一只 我仍守了一只 小兔崽子跑那么快 被我抓到非罢了你的皮不可 什么情况啊 这指针左右摇摆不定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说你这罗盘坏了 你还不信 没准一会儿还爆炸了呢 小乌鸦 我告诉你 这一次 我在我的罗盘后面贴了我的符罩 不可能再炸了 老方啊 别跟我说 你不知道黑鸣儿是什么 不是 小协 你什么意思啊 老方 她的意思是说 黑鸣儿是乌鸦嘴 不用搁搁 还真是 好 凌战 鸣儿 关门 好 主人 有人来了 老子不发问你当我是病猫 废了我两个落盘 今天我争死你 不要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一年前 翠儿父母双双得病而亡 为了给他们下葬 我迫不得已到了里面 管家大人 做府内的丫鬟 本来一切都很正常 可是有一天晚上 我去给老太爷送宵夜 老爷 宵夜坐好了 放那儿吧 是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 苦什么苦 一个贱命的丫鬟能够得到老太爷的宠幸 这是天大的好事 好多人都求之不得呢 畜生 这就是个畜生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但是我没有想到 那次之后 我竟然怀上了老爷的孩子 这些钱 这些钱你先拿着用 今后就由王妈照顾你的饮食起居 炊儿啊 你这可是祖上修来的福气啊 只要你能将老太爷的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 这下半生的荣华富贵 你就享之不尽了 从那以后 我就真的像管家说的一样 衣食无忧 可是 就在我怀孕满十月的时候 有一天夜里 管家突然遭逢 别过来 喝了它 他逼我喝下了多太阳 我就刺了这个老杂毛 息怒息怒 总是那么叽叽活活的 原来如此 那么封印在罗盘里的妖物 想必就是你剁掉的儿子 对吧 他恨我 他恨我没有好好保护他 所以 他就设取了你的天地二魂 来报复你是吗 小岁姑娘 昨天晚上的七魄 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儿子在夺我二魄之后 便被一个通体血红的妖怪给夺走了 关在了一个火炉里 整天受着无火之苦 使得我儿怨起家中 力气也就越发强大起来 可是每一次遭受痛苦之后 都会有吉祥之气吹入 安抚伤痛 我儿的力气就会慢慢地减入 直到前天 烈火再次袭来 却不见吉祥之气吹入 我儿就借着强大的力气逃出了火炉 他把他所受的所有痛苦 全部都归罪于我 所以 又射走了我的七魄 想置我于死地 六道轮回实属不易 不如人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因己事为善才修得成人 不料未见天日就遭此毒手 所以 因恨成怨 因怨成妖 才想挟持母亲魂魄 发泄心中怨恨 还好在关键时刻 有所感悟 将其母魂魄归还 到底是母子连心 善哉善哉 翠儿姑娘 你还记得 那个古楼在什么地方吗 我懂这儿 今晚此时怨妖便会出世 你竟然在此时此间惹出是非 你该当何罪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那个火炉里面还有什么呢 都是一些未成型的孩子 那里面 足足凑足了81个 马上 将恋妖坛转移到龙锦山 用龙锦山的地火熔炼 让怨妖提前出世 大人 引用地火恋妖 会有损您的法力啊 此事 事实一旦不成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哼 龙锦币不悔 本座本体无法复苏 即使本座有万年法力 又当如何 可是 不必说了 这次如若不成 本王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魔种 你 谨遵大王旨意 吴玉 你留在这里超度法事 其他人跟我来礼府 一探究竟 嗯 什么情况啊 我去看看 慢着 小心有炸 这不是炸完了吗 炸完了吗 什么情况啊 不好 他们要转移了妖之所 追 我嗨 那是 你 你 我 能帮你 你 什么事 什么情况 自焚了呀 完蛋了 这是地火 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 他们在加快练妖的速度 小弦你快看 狼妖 它不是已经被收了吗 不 我估计 应该是复活术之类的东西吧 走 我有还妖之术 你能奈我何 你复活我并不关心 可是我要知道 你身后那个大坛子是什么 告诉你也无妨 此乃练妖坛 里面练着九九八十一只怨灵 你会不会算数啊 已经少了一只 应该还剩八十只才对 少了一只 也不会妨碍怨妖出事呢 一只怨灵不会让我们双方降乱 但这么大一只 恐怕麻烦了 主人 快要用龙骨笔烧了它 你知道其他八十只上尾成行的怨灵 长什么样子吗 我不知道 先打场应仗吧 三剑大人 三剑大人 秀得猖狂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小心 快 快通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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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爷大哥 伯爷大哥 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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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上王君 积极入 畚 Lock 下lich 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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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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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的 你来约只是多死一个 我们根本不是怨妖的对手 那可不一定 你看这个 我先拖住他 师主 你的孩子已经超渡完了 我现在去救我兄弟 告辞了 大师 你们会杀了那些孩子 他们已成妖 还被妖王所用 如我不出 恐怕只会为祸人间啊 大师 别 大师 大师 我求你们了 我求你们不要伤害他们 这个 他们本就被父母遗弃 才会积怨成妖 这些是他们不能控制的命运 孩子们是无辜的呀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大师 女师主 你的魂魄在炉里练过 可见过其他魂魄的样子 吴玉 我看你已经打够了 该换我了 小心 小心 你打 你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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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你 我听你们的娘 对你们说声对不起 爹 娘知道你们来人间不义 却非不见天日之前辈回 娘 给你们磕头赔罪了 快回来龙国宾 快看 娘 陪你们吃 崔日姑娘 你要干嘛 崔日姑娘 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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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冲给洞派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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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구나 spell 詞曲 编曲 混音 詞曲 RO Christians 編曲 干 Twi 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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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吟 一個人嘆盡膜炎火 两个人只是经受着错 是否爱过的人最后只剩寂寞 走过的路没有成河 相信我不会很难过 转过心你我变成过客 享受爱恨交织缠绵 相濡于我 西风吹过长夜冷漠 承受了寂寞 是等你的执着 离开你之后变了颜色 不再为你痴狂 敲了我 敲了我 就忘了我 爱恨的泪水 是深爱的罪过 就算千丈挂毒又如何 留下我 你会不会快乐 忘了我就忘了我 放了我 就忘了我 你会不会快乐 我会不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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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